蓮藕是這個季節不不可笑的蔬菜 今天我帶大家煮一個又粉又白的蓮藕湯 我選了湖北的紅粉藕 藕沒有回來的時候 一定是一顆 將藕節切開之後 我就刨皮了 刨皮的蓮藕用鹽水浸15分鐘 防止氧化發黑 這是綠豆韻味 浸15分鐘就可以了 將藕在頭上切開 綠豆韻鋪上去之後 就輕輕等一等它就可以了 綠豆和蓮藕是絕配 就好像滅火器一樣 清洗身上的火 蓋上蓋子 斜斜地用牙籤封住它 現在開始煮湯了 先將牛放進去 拖個碎的排骨 洗乾淨的食材 加水 最後放一粒蜜棗 大火煮滾 關小火煮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了 整個湯汁都出來了 我先試一下味道 湯已經夠濃了 加一點鹽就可以了 吃之前把蓮藕切成塊 看到都想吃 秋冬最家常的湯就是它 都熬得爛了